五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照例借着领主餐 一同来纪念主 我们还是先借着一段经文 来复习主餐的意义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我们同声来读 请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 我们所要领的主餐代表是 我们与他中间所立的约 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 还没有借着洗礼 清楚地接受主与神立约 为了慎重起见 等一下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 请你不要拿 就是公斤地传给旁边这一位 我们5月15号有洗礼 报名已经截止了 但是有心在6月7月收洗的 我也非常乐意与你交谈 就是提早至少四周来交谈 愿意帮助你来预备 就算我们已经清楚地信主的人 圣经也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要自己醒茶 然后才吃这饼 喝这杯 所以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 我们到神面前来醒茶 看看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没有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求主赦免 也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过一个 淘汰喜悦的生活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主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带着自己唯一的心态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可夸 主耶稣之所以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涂抹 需要神赦罪的恩典 圣经提醒我们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堪 我们愿意就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你面前 但是我们也感谢主 你不要我们长期陷在为罪的忧愁当中 因为神赦罪的恩典已经领到我们 主让我们来领主餐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欢庆主宝血的功效 主救赎大功的成就 让我们就这个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相信主耶稣的新生命 住在我们里面 不只带给我们赦免 也带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 谢谢主 你是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的主 我们这样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住屑了 就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是纪念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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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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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立了 这世上